去年我們講五月 不是那個三級警戒嗎 兩個半月吧 我也收了三公公 三四公斤啊 因為你沒有在外面應酬 酒少喝 酒的熱量最高 945 現在我要講的 因為我本身是做減重的醫生 我是在做減重的醫生 其實我們遇到比較多 臨床的案例 是比較多幸福費 我舉一個 我有一個三十多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本身就是因為結婚之後 他本來是在結婚之前 是年輕的時候是海軍陸戰隊 那個肌肉之筋實 然後出社會之後也很注意身材 那交了女朋友之後結婚之後 就開始慢慢的越來越大肢 然後再加上生完小孩之後 就更大肢 那後來就來我們的門診 就變成一百多公斤這樣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已經發生糖尿病 所以只好用手術治療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原因呢 原因就是說 因為他的老婆的手藝很好 他會想要儘量做給他先生 他覺得先生很累 在外面工作很累 他沒有做到一定的份量 他怕他吃不飽 所以他一定會做到一定的份量 然後先生也礙於老婆這麼用心 他沒有把他掃完 怎麼老意思 對 然後加上有了小朋友之後 而且大家都越來越 因為覺得說吃隔夜菜不健康 因為又很怕說 先生覺得說沒吃完 隔夜菜留下來 隔天又是太太吃掉 他也餘心不能或小孩吃 所以他就這樣拚命的 全部都往自己這邊來 所以就一去不復反 動完手術之後 先生瘦下來了 結果隔了大概差不多半年之後 太太一回來變了一個人 太太胖了15公斤 原來的他們就是說 他們家做飯的那個方式 他就沒有注意到 所以會變成說 每一個都因為大家都一起生活 每一個人都基於對對方的關心 然後就覺得說 要給對方吃到飽 但是又不想浪費 所以這個總量的熱量就 不是流到A 就是流到B去 所以後來我們就跟他講說 你還是要做一個最完整的總量管制 彼此的心意很好 可是實際上你這樣會把大家推到 更不健康的那個地步去 但是以臨床上來講 真的是很多 尤其是男性 大概是很多中年男性的新生 腰圍變廣 就是結婚後 生子後 其實真的是比較容易先浮費 我最近跟老婆進入空巢期 吃東西我們開始用分盤 就是上桌的時候 就是一個像自助餐的餐盤一樣 他就量就放在那個盤 不讓我們自己夾 好啦 我就不讓我自己夾 就把它分好 就分好 量力這麼多 你就不會一直是 你吃的菜多 我吃的肉多 沒有 他是一個盤 他一份 我一份這樣 身為胖子界的代言人 我可以講吧 沒有人講你喔 沒有人講你 因為幸福是一定會肥的 我有一個病人 他四十多歲 大哥 他來門診其實就是來 就是要求檢查他的性功能 這很明確 現在這個年紀 大家都一來就很明確跟你講 他四十幾歲就檢查性功能 對 但是說實在 有的時候性功能 有時候是心理因素 所以我就好好的幫他檢測 有沒有三高 抽血也不錯 身材也維持 體重也沒有過重 然後就是差那一點點 可能是心理因素 可能是跟另外一半不太協調 我們就給他吃一點點安慰劑 或者給他心理諮詢 其實我的病人最常跟我講說 高醫師 老實講 我每次來看這個性功能 沒有進步很多 但是我 所以我每次就只能鼓勵他 對 他給他吃了一點安慰劑 一個月之後 他說他明確的好了 他就沒有再回來 很正常嘛 我就覺得他治好了 半年之後 有一個人打開門 進來我診間 一直看著我 我也一直看著他 我說你是 他說高醫師你忘了我嗎 我看一下那個就診記錄 就是原來那個人 他半年前回來 我就認不太出來 因為只看一兩次 那個大哥就只講 你認不出我很正常 我胖了十幾公斤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來看我 你十幾公斤 應該要看減肥民醫 怎麼會看一個泌尿科 他說因為你來治療 我治療好了之後 我就 雄風再現 我就趕快再去約會 短時間約了很多會 才在追求幸福的過程中 喝了很多酒 吃了很多大餐 最後找到一個心目中的伴侶 然後你也知道就是 另外一半吃不完的 去一定要點大餐 那女生就小鳥餵 吃不下 全部都他吃 他在這半年就胖了15公斤 本來的性功能障礙 又悄悄的搭上他的肩膀 他又覺得 他的功能有點不好 因為 我仔細再幫他抽個血 他的三高 本來是在邊緣直的 現在全部爆表 其實脂肪血糖 全部又來了 所以我就跟他講 你好好的治療這個三高 把體重減下來 不要吃這麼肥的東西 就減重 最後性功能又恢復了 持續維持他幸福的狀態 我想我先解釋一下 就是在社會心理學上的定義 就孤獨他指的就是 我們與別人的互動 就是在質與量方面 就是有不足的地方 那因此在量的部分 這個項度我們就稱之為 社會孤獨 也就是說你朋友越少 越釐清所居 你社會孤獨的傾向越越高 然後另一個就是質的部分 就是也許你看起來朋友很多 可是老是跟人家格格不入 這就叫情感孤獨 那當然這四種 就是在這個兩個象限裡面 總共有四種狀況 第一個就低孤獨者 就我朋友多內心也健康 然後第二個就是社會孤獨 就是我朋友很少 然後第三個就是情感孤獨 就是我剛才講 然後第四個就是 兩者皆孤獨這樣子 那在這四種裡面 它到底會不會影響 我們身心健康呢 其實醫學上的研究 確實是真的會 那個心血管疾病 在癌症的罹患率 在憂鬱症甚至失失症裡面 低度孤獨者比例是最少的 而兩者皆孤獨是最多 那至於情感孤獨跟社會孤獨 哪一個比較多呢 醫學上的研究是 你內心的孤獨 對於身心的健康 影響確實是比較大 那當然所謂社會孤獨 也許像佩琪這樣 一個人可是很OK 所以他不見得會有身心狀況 也就是說 所以今天為了我們的身心健康 我們就是要來做一個 小小的智力測驗 對 然後我們這個測驗就是 檢測我們的孤單指數 那我們這裡有四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說 你的東西是隨手丟進包包 就隨便亂丟 然後第二個就是 裡面都是工作資料 都是學習資料 都是書籍 文件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你的包包裡面會 再弄個小包包把它隔開 然後第四個就包包空無遺物 什麼都沒有 或者是很少東西 來 請舉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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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我有一跟三 OK 只有一個四 其他三 好 先講沒有人的好了 好 那第一個就是隨手丟進包包 如果你東西丟在包包裡面 很混亂 它代表你的人生 基本上也是比較混亂的安排 那當然這種混亂的人 比較容易隨波逐流 然後沒有方向感的過程中 他是很容易空虛寂寞的 所以這個空虛的指數是很高的 他是最高的 孤單指數是100分 對 那是假 所以佩琪會一個人看海 一個人吃東西 很準 可以看得出來 好 我為什麼我會說 我是一跟三你知道嗎 有空的時候我就會整理好 裡面都有很多小包包 有空的時候我就整理好 可是因為我太忙了 很多時候就是零食拿了什麼東西 就先往裡面塞 然後再找控長 再把它分好 第二個就是充滿了工作資料 跟學習文件 那這種人代表就是說 你生活目標是很清楚 而且你有比較高的成就動機 跟學習熱誠 所以這種人 因為他生活也很充實 所以根本沒有時間孤獨 所以他孤獨指數是最低的 救救10% 不過我們沒有人選 所以我們再講 這個東西很小 只有一個人 對 那這個解答也很簡單 當你的包包裡面都沒有內容 也就是代表你的生活 什麼內容都沒有 不過對於充滿的狀況之下 他孤獨指數也是很高的 還有60包 那要講為什麼 因為以前當記者還要進公司 上下班要刷卡 那我發現我的長官都很厲害 他們都沒包 只拿一個手機 下班的沒人發現 所以真好 我後來基本上都拿個手機 結果上班下班都沒有人知道 下班沒人知道 因為上老師你下班 沒錯 沒錯 你下班要下班 好聰明喔 我們去拿個手機 還以為我去廁所就不見了 今天我跟你講很多老闆規定 上班一定要帶包包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再揭曉三好了 那基本上我們包包裡面 會再使用就是收納小格 代表你的生活安排 是很有規律的 那生活有規律 有紀律的人 通常他比較知道他要什麼 那在知道要什麼的狀況之下 比較不會陷入空虛 寂寞跟孤獨的狀況 所以他孤獨指數也是少的 他只有三十分 所以算是挺可以安排生活的 是 那所以以上就是我們的孤獨指數 那如果你孤獨指數是很高的 那起碼要先從包包開始做成立 包包整理好 不是吧 孤獨指數高的話 我認為就是要努力賺錢 賺了很多錢以後 你就可以請看護 請人陪在你身邊 不用擔心 每一次賺錢再多買幾個包 對 每次賺錢再多買幾個包 到一家裡太開心 是 好 我想每一個人 都希望人生過得開心 那誰都不想寂寞 但是偶爾享受孤獨寂寞 其實還真的滿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每個人走每個人路 這樣佩琪 偶爾享受孤單也是很開心 就是啊 對不對 但是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有這麼 有健康但是不要肥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